是神兽的后果 河南林宝石附近有个黑鱼谷 谷里有个小水潭 水潭中常年游着两条美丽的黑鱼 正月年间的一天 在山中烧炭的王家兄弟发现 水潭中的鱼少了一条 黑鱼啊黑鱼 你兄弟去哪了 你思念他吗 你想知道他的近况吗 他现在酥脆滑嫩 营养丰富 你加入武德纪豪华午餐 这黑鱼是山中的灵物 没准就是山神 你怎么把它给烤了 管我 吃了黑鱼 哥哥王用就一直背对着弟弟砍树 直到王用老婆来送饭 二人才发现不对 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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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用衣衫尽托 变成一只老虎跑走了 后来这老虎经常杀些张袍野鹿 扔在王家院子里 直到三年后的一天晚上 王用弟弟正要睡觉 听见有人敲门 谁啊 弟弟开门 我是你哥王用 我哥变虎已三年 你是谁 敢假冒我哥 我真是王用 之前我在谷中吃了鲫鱼 被冥司罚作老虎 后来吃了人 又被杖则一摆 如今二行皆满 所以放我回来 你开门看看我就知道了 弟弟掌灯开门 只见门外 站定一人 王用是回来了 但虎头没变回来 吓得弟弟惊叫而亡 而王用也被惊醒的村民 当作妖怪 格杀于村中 一条黑鱼 两条人命 还有三年变虎之行 拒绝野味 从我做起 啊 啊